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紫线双钩的绑法 这个线太细,怕看不清楚 换一条粗点的线 给大家演示一下 首先拿出一条紫线 让紫线的两头交叉 然后把鱼钩放到中间 绑的时候注意 紫线的这一端预留的部分 要保持一样 这样绑出来的紫线每一幅长短都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开始绑紫线 拿下面这条长的线 从上往下绕 绕的时候尽可能从钩饼的最外边往里面绕 这样绑出来的线越拉越紧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一般七到八圈都可以 绕的时候不要绕得太紧 然后慢慢把这一团 这一头 给它拉紧 这样就好 拉的时候要把紫线转到钩饼的内侧 这样在溜鱼的时候它都不会切 这是内走线绑法 越拉越紧 看一下 这样绑出来比较整齐 也比较美观 然后把多余的线 剪掉 这样一个鱼钩都绑好了 现在绑第二个 第二个也是同样的方法 把紫线 两头交叉 把鱼钩放在中间 钩饼朝外 这样放 然后这边预留的长短 也要记住 以后每次绑都要一样 然后开始绑第二个钩子 同样的方法 从钩饼的这一头 开始慢慢地绕 这钩子太重了 容易掉下来 同样绕个七圈左右 然后把这一头 转到钩饼的内侧 再把它拉紧 绑出来 同样是内走线 同样是内走线 好 这就可以了 同样把第二个钩子 多余的线头 剪掉 这样一副紫线双钩 就绑好 然后这个钩鞠 一般 确定钩鞠的时候 就是一个半 或者两个钩鞠 然后在这一头 上八字环的时候 要在这一段打结 打结的时候 用这个打结器 先绕一个圈 绕一个圈 打结器 分别插进这两个孔里面 垃圾 这样就可以了 红尔葱 然后支撕开 需要的 方钩鞠 当然 这个帮助 确定钩鞠